后悔43万提了宝马X3 再开同学的奔驰GLC 被同学嘲笑 不打算要了 打算也换奔驰GLC 这是前几天一位网友粉丝 给我的一个留言 那么其实这两款车呢 奔驰GLC唯独的优势就是 车程长度增加了60毫米 有了7座版本可以选择了 但是如果你真有7座需求的 绝对不能买奔驰GLC啊 太拥挤太拥挤了 它的横向空间特别紧凑 如果买奔驰GLC 只能买5座 切记 并且小胡子认为 宝马X3开的并不比奔驰GLC差呀 更加实用一些 比如说操控这一块 加速这一块 更好一些 更优秀一些 而且匹配的财富的8AT变入箱 也是非常优秀很好 奔驰GLC 它的优势就是说 品牌嘛 要比宝马更韧一些 我们国人更韧一些 而且它这个隔音精英方面略为好一些 但是开的像船一样 没有什么操控驾驶质感 内饰的内部的空间 还没有宝马X3那么优秀 新款奔驰GLC呢 增加了48分清魂 这样起步呢 能够改善以前的这个顿处 更加平静安静节油了 为什么开奔驰GLC舒适呢 因为它全系都标配了悬挂软硬调节 配置方面呢 要比宝马X3更好一些 X3呢 是全系的实时市区 也是宝马自己研发的一个市区系统 默认前后轮40比60 所以说更注重这个后轮的一个驱动 而奔驰GLC呢 是全系全时市区 也是自己的市区系统 电脑会自动分布 后轮前轮的动力扭力匹配 总而言之呢 这两款车都是豪华一线品牌 虽然奔驰的牌面更有名的 商务机带比宝马更好一些 呃 更衣机呢 稍微好一些 但如果是家用呢 要个冲锋好 加速好大 要个行驶质感的 还是说这 宝马X3要比 这个奔驰略好一些 奔驰GLC 偏豪华 而宝马X3呢 外观内饰偏运动 就是这样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